南朝陈文帝与南皇后的爱情,她是谁?历史上真的有南皇后吗? 大家好,这里是时登问君,点个订阅,来为您讲述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。 中国几千年经历了数个朝代,历经了无数个皇帝的更替,虽然如此,但是能名垂青史的皇帝却没有几个,陈文帝应该算是名垂青史的皇帝中的一个。 那么,陈文帝是哪个皇帝呢? 陈文帝是南北朝时期陈朝的第二任皇帝,她的本名叫陈倩,是陈武帝的侄子,要说陈武帝为什么没有让她的儿子继承皇位,反而让她的侄子继承皇位? 这倒有一段故事,陈倩在少年时就沉稳机智,而且有胆有识,长相更加柔和秀美。 陈武帝在还没有称帝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她,再加上陈武帝起意推翻前朝,她更是功不可没, 大胆点说,陈朝的半壁江山都离不开她的功劳。 陈文帝和她的南皇后这个说法是根据野史上的种种笔墨推测而来的。 根据那些相关材料的记载,陈文帝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同性恋。 其实,同性恋在古代并非什么西汉史,很多朝代都有大臣豢养面貌清秀的小丝的惯例,古人称之为龙阳之好。 晋朝这一爱好在世大夫阶层中就十分流行,也有和青楼相对的小官的说法。 当时的人也把同性恋称作为断秀之痞,但是作为尊贵的皇室至高无上的皇权的代言人, 这种事情就不是遗情的小事,而算得上一件皇家丑闻了。 但是陈文帝不但没有要隐瞒的意思,反而想要将男子立为皇后,可以说这件事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惊人的事情。 韩子高,原名蛮字,南北朝时期陈朝人,她出身卑微,但长相俊美,是我国古代众名美男之一, 韩子高受到了当时陈文帝陈倩的百般宠爱。 以至于后世有人说,韩子高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男皇后,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? 据正史陈书记载,两个人是在一次路上的邂逅中认识的,陈倩救了她。 虽然韩子高有点害怕,但陈倩仍然对她有点动心,翻阅资料, 陈书中有这么一段话,问韩子高是否会跟着她,韩子高答应了。 当时,韩子高是一名难民,几乎无法满足她对食物和衣服的需求, 有官员收留她,她肯定非常愿意了。 在遇到陈倩后,韩子高也开始了她非凡的生活,由于当时混乱。 陈倩抓住了登上王位的机会,韩子高喜欢陈倩,所以留下来照顾她。 韩子高很讨人喜欢,她是一个勤奋,细心,周到,善解人意的人,经常侦查,端查。 自从韩子高跟着陈倩之后,韩子高非常细心,性格随和,得到了周围人的一致认可。 韩子高可以从陈倩的一个细微的表情和动作就能猜出其想法, 这使得陈倩感觉自己愈发离不开韩子高了,陈文帝陈倩对韩子高特别好,并通过耐心的教导帮助她成为一名将军,这使她能够为自己的事业做出贡献。 韩子高自己要求陈倩教她骑马和打猎,并带她去打仗。 在战场上,韩子高是如此美丽,以至于她的敌人不忍心向她挥剑,因此她还获得了很多场胜利。 韩子高在加入陈文帝讨伐战争时表现出的能力很受陈文帝臣倩欣赏,因此陈文帝派了一些士兵给韩子高,让她独立行动。 第二年,他们又一起出征渡山,迅速打败了张彪,因此陈文帝又把她名下的更多士兵交给了韩子高。 这使得韩子高的官力越来越大,指挥的士兵也越来越多,韩子高不受陈文帝的宠信而去造反,一直对陈帝忠贞专一, 于是在陈帝对她的感情上,两人被人们视为彼此深爱的典范。 可能有人说,是因为当时封建,书中为了避嫌,才没有记录韩子高与陈文帝臣倩的爱情故事。 事实上,根据道家的炼金术,她也被看作是中性的,因为同性恋关系对一个人的生命本质和健康没有有害或有益的影响。 此外,佛教、道教和儒家等统治中国的主流宗教对同性恋持中立态度,这意味着数千年来人们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是极其宽容的。 据史书记载,文帝臣倩性情急躁,而韩子高则沉着冷静,因此,互补的人格可能使他们比普通君主关系更加亲近一点。 重要的是,在文帝统治时期,韩子高大部分时间都在带领士兵外出镇压叛乱,两人独处的时间并不多,后来在陈文帝死前,韩子高也被他认为是可信赖的,照顾并保护了他一段时间,但这并不能证明陈文帝爱韩子高。 陈文帝任皇帝期间,韩子高一直陪着他历经屠治,兴水利,种农业,任贤才,尽心竭力,国力得以增强,深得百姓爱戴,创就了天家之治。 而在陈文帝治国的同时,韩子高也在前线领兵杀敌,几经生死,甚至有一次被敌军伤及左颈,削断头发,险些毁容,但韩子高早已不再是曾经那个半总角的娇弱男子,而是与主子同心,能够上场杀敌的真将军。 陈文帝病重之后,时任又为将军的韩子高回至京师,陈文帝没有让任何人在病态前为他奉药,连皇后都没有机会,但独独召来韩子高一人入内侍奉,二人感情可见深厚,陈文帝病逝后,韩子高终于失去知己,再无依靠,后遇或端。 韩子高失去了陈文帝的庇护 开始小心翼翼,韩子高因为担心自己手握军队,受人尊敬,且现在的皇族并不可能像陈文帝那般信任于他,于是自行请求离任京师远赴他弟就任,但因陈文帝之子尚小,辅佐他的陈高宗,也就是陈文帝的弟弟,却并不想轻易放过他。 公元567年,陈高宗担心韩子高功高震主,恰逢韩子高被军中下属举报,言其意欲谋反,陈高宗于是借此对外宣称,他打算要召集文武百官在尚书省共同商议立下皇太子仪式。 韩子高不宜有他,前往探讨,而当韩子高一踏入尚书省,就立即被陈高宗捉拿,并迅速在当晚将韩子高与仲举一同赐死。 然而按惯例,如若有陈子谋反当株连九族,可是韩子高的亲族却全都被赦免,只他一人被赐死,他死时也才刚刚三十岁。 谋反之罪何来,不听申辩,招生息死,何其不讲道理,后世大多猜测这一切许是陈高宗的阴谋,他欲登基地位,便要把能够威胁到他的人除去。 而韩子高是先帝最为信任之人,日后也定会尽心竭力辅佐先帝之子陈废帝,所以除去韩子高,他才有继位的可能,他也确实做到了。 在陈文帝之子继位后废去其皇位自行登基,为陈宣帝,而陈茜之子,因为中途皇位被废,实在为陈废帝,可惜韩子高一生英勇,就这样死于皇位争夺的战争之中。 生逢乱世,德玉陈茜,为其姓,辅佐君主,被严谋反,是其碑,正史中,他是南朝城功名在策的大将军,野史里,他是陈文帝所谓的男皇后。 然而,无论在正史还是野史中,都无法泯灭韩子高身上的光辉,他确实是一个有才之士,后世提起韩子高时,多为茶玉饭后的谈资,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美丽的男人。 他与陈文帝陈茜有染,靠着一张脸得享荣华,一路平步青云,但有时候这种想法,恰恰是本末倒置,没有无缘无故只凭颜值的成功。 可以说,当年返乡路途中,陈茜的惊鸿一瞥给韩子高制造了机遇,但能够获得陈文帝信任的,从来不是一张脸,而是韩子高坦诚交付的真心,在战场上经历的生死,在朝堂上尽心的献策,以及对君主的侍奉,这绝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做到的。 至于所谓陈茜与韩子高之间不被世俗承认的爱恋,我们无从考究,但也要以一种平常心去看待这种现象。 但是究其事实到底是怎样的,现代的人已经无从考证,我想也许这只是人们对韩子高美貌的一种误读。 综上,也只是野史中的众说纷纭,正史中并没有完全记载,记载的只有战功赫赫的少年貌美将军,至于说南皇后的说法,也是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大家自行判断便可。 再按下, 感谢观看